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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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豪華休旅這個集聚 可以說是競爭相當的激烈 而各家的豪華品牌 除了持續的增加 這個休旅的陣容 來應對市場上面的需求 之外更是积极地推出了 所谓的改款的车型 同时强化自家产品的一个竞争力 而在各家SUV出好出满的状况底下 仍然有一些品牌秉持着珠冲 坚持希望能够达到自己传统的 一些造车理念 甚至于它的特色 就像是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一款 全新大改款的Range Rover Evoque 它除了导入了一些崭新的 像是豪华的科技配备之外 更重要一点 它仍然是保留了在家族里面 既有的品牌越野的DNA 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带大家来看一下 到底它有哪一些进化的地方 艾大我们要来看一下 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法国巴黎车展上面 Range Rover Evoque 它率先亮相之后 真的是一鸣惊人 而来到第二代之后 我们发现其实它全面的进化来讲 让大家真的非常的有感 对不对 这一部是全新的Range Rover Evoque P250 SE 然后是R Dynamic的版本 第一次我有一种好像在看一个精品的感觉 尤其是看它的一个设计的概念 觉得我们今天不应该介绍车 应该介绍的是一个精品 那当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台车 它肯定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人身配件 以及社交名片 那当然 我们在这个马路上面看到这么多的SUV在跑 到底哪一款的SUV它可以吸引到你的目光 这就很重要了 没错 这台车开过去你绝对不会忘记它 为什么 你看这一台新的Evoque看到 它现在是配的是这个R Dynamic的套件 我们先从下面往上看 你看在车侧的这个两边的进气口 这里好像有一个爪子式的设计 这个也是R Dynamic才有的一个专属的配件 所以SE版本的话跟这个就不太一样了 对 但是呢 怪你再仔细看一下这个爪子 你有没有发觉 虽然是黑色的 可是这个爪子上面好像有 不同层次的一个设计对不对 对 它有不同材质来做搭配 是 没错 因为如果在SE版本上面 它会是不同的颜色 当然这一台R Dynamic的车型 它又选择了 黑化的套件 所以你会发觉 它这个爪子 上面这个饰条啊 一样是整个黑色的 对 是非常的具备有质感的一个感觉 然后呢 它的水箱护罩 包含引擎盖上面这个 Range Rover这个品牌的字样 也是黑化的设计 跟水箱护罩互相呼应 是 没错 那来到下面你看啊 这个下面这个饰板啊 也是黑化的设计 其实从车头看去啊 它非常的雄壮 我觉得其实在车头画龙点睛的部分 就是它的头灯 头灯非常重要 真的设计跟一般的休旅车 就是不一样 它非常的细长 有没有 你会发觉呢 一个头灯细长的时候 可以让这个车头的感觉 看起来 它更加的宽阔 以及延伸的感觉 尤其是它日行灯啊 你看 这个头灯是LED的这个光源 它的日行灯你看 它有非常多造型的一个设计 光下面这里一个圈 这里又很像有一个飞镖闪电的一个状态 不管你从正面看 侧面看 你会发觉它是多层次的堆叠 加上立体的延伸 那么接下来呢 我想请冠仪绕到车侧的部分来看一下 走到车侧的部分 冠仪你可以看到 引擎盖上面 是不是有两个这个 很像进气口的这个测开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上面呢 也有一条 有没有 另外一个材质的一个饰板 那一样因为R-Dynamic它又选了这个黑化的套件 所以这一条呢 它一样是采用黑色的这个饰样来去做处理 包含车侧 从叶子板延伸到车门的这一块饰板 对 它并不是一整块 它是有两层的这个方式来做一个搭配 如果一般的车型呢 这一块会是黑色的 外空会是黑色的 中间这一块呢 则采用不同的一个颜色来去做处理 它的腰线一路延伸到后叶子板尾灯处 然后呢在车门的下方 衬裙的部分 它一样是黑化的处理 在前门的这个最下面的地方 R-Dynamic的一个这个标记 有 前面的R还是红色的 那轮胎的设定呢 则是235-50R20的一个设计 而且是这个所谓的四季用胎 四季用胎 不管是你在这个夏天啦 冬天 雨天 雪地啦 各方面可能都还有一个 全功能使用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是可以对应全地形就对了 我觉得在台湾其实相当的适合 因为台湾鲜少有这个下雪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在不管是这个 各式各样的气候之下呢 它这个所谓的四季胎 它能够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那么来到车厕呢 冠仪你还记得我刚刚讲 我说在2010年的时候 EVOKE推出的时候 大家经验是两门 然后有一个先辈的设计 对不对 那我一直都觉得说 对EVOKE的印象就是两个门 那如果做了四个门 是不是会怪怪的 不会 对 完全不会 对不对 尤其是我觉得它在这个 C柱之后的设计 是 真的好好看喔 它到底就是真的 纯粹的跑旅 是 它还是维持着车顶向下延伸 然后呢 车身的腰线 腰线向上拉抬的一个状态 把手自己就弹出来了 这个好棒喔 他说主人你来开我吧 是 然后冠仪你看 然后就打开 这个地方有一个迎宾的照地灯 对 那这个照地灯呢 也是整个EVOKE车身线条 车侧的一个造型 你没有发觉 这个好特别 它并不是写EVOKE 或者是什么Land Rover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这一台车的设计 它非常的时尚 外观非常的前卫 充满科技感 它整个线条是独一无二的 即便它只用线条勾勒出 你看到这个照地灯的造型 你也可以知道 它就是一台EVOKE 对啊 好美喔 这些细节处它都注意到了 没错 那当然这个黑屋顶 不只是黑屋顶而已 它还标准配备了 这个全景式的一个玻璃屋顶 对 我们待会儿 待观众朋友坐到车内 就可以感受到 这个全景式屋顶的好处 是 没错 那么绕到车尾来看一下 你会发觉 它这个尾门 有一个非常大的尾翼 是不是 那一样 在车尾箱的部分 它的字体全部都是用黑色的 来去做凸显 这个质感真的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黑化套件上面 都会用黑色的字样来去做标示 对 不然我要请你远远的看这两个尾灯 你有没有发觉 它的导光条 好像有一种视线延伸的感受 有没有 对 好像有那种穿透感 然后看到那个最里面的地方 是 所以不只这台车在外观上面 它非常的时尚 然后具备有设计感 它在车内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真的吗 是 那我就请冠儀上车 好 冠儀你刚刚一上车的时候 有没有发觉 EVOKE的车门是全包式的设计 是我非常喜欢 而且我相信很多女性的消费者 也会在意这一块 是 因为一上车的时候 你很容易在门槛的地方 如果遇到一些污漬 什么那些 你会很容易沾到衣服或裤子 对不对 是 没错 所以你上车了之后 就会感受到EVOKE的贴心 对 同时你坐在这一台车上面 你会发觉这一台车的座椅的材质 怪怪的 这个座椅的材质 我是觉得舒服 因为坐上来之后 它的质感有点像脊皮是不是 它是丹麦皇室在用的一个 这个沙发布料的材质 像羊毛那样的感觉 对 卡发爪 它利用了羊毛以及回收的材料 做魂防 甚至于在座椅的上方 它还有另外一个材质的搭配 另外一个布料对不对 对 这块布料包含使用在 我们看到中央扶手的部分 还有门板上面 门板上也有 对 也是这一块材质的搭配 那接下来请冠宜开启店门 感受一下它的科技感 我开了 是 冠宜你有没有发觉 它的仪表自动的掀起了 对 就是它中央的地方 有个Touch Pro Duo这两个双萤幕 上面的萤幕它就会直接往上掀 是 没错 刚刚冠宜提到的Touch Pro Duo 就表示它中控台的上方的萤幕 以及下方的萤幕 都是采用触控的设计 触控的设计 方向盘其实也有 你看到我在启动第二段电门的时候 你就发觉方向盘仪表板通通亮起来的 对不对 这个很特别 它不是用一颗一颗的按键 它是一整片 然后加上上面圆形的这样子 像钢琴烤漆的界面 然后你可以用这样子按 对 它是电容式的一个设计 你视线前方的仪表板是12.3寸的萤幕 那这个是一个互动式的萤幕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设定 你要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方式 在中控台的部分 虽然我们已经在英国 开了另外一台Villa 也是这样子的设计 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惊艳 因为你看 实感超好的 它上面的萤幕跟下面的萤幕 都采用触控式的设计 而且尺寸相当的大 这萤幕是10.2寸的一个设计 还有你看看这两颗旋钮 冷气的控制 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控制风量 那我这边要怎么来控制温度呢 其实按一下就变成温度的设定 这个时候温度显示 往冷一点调 往暖一点调 通通都显示在这个上面 其实它这样的设计有一个好处 像一般我们从触控萤幕上面 可能有些是温度就从触控萤幕上调 但有时候我们在开车 是因为它的视线比较下方 那我们通常最会使用到 就是温度的段节 可是你用真的有实体的旋钮的话 没错 它就不会让你说在行程过程当中分心了 那当然在这个萤幕上面 你就会发觉 它的各项选单的控制 非常的直觉 不然现在你看我们在空调的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萤幕的左上方 空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座椅的部分呢 如果我设定在座椅的部分 座椅的部分就亮了 所以你看它有各式各样 譬如说通风加热不同的功能 对 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去做选择 这是什么 按摩的座椅 这可以用按摩座椅 对 好酷喔 所以它有非常多不同的功能 还有加热 甚至于通风的功能 没错 那可以独立的去选择 驾驶座 或者是乘客座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这个是在 全地形的一个部分 已经到了 这个是Terrain的Response第二代 第二代 全地形二代 所以它有非常多不同的选择 你看包含了Echo模式 然后呢 一般正常的一个舒适的一个模组 甚至在这个草地 历史以及雪地 它都有不同的对应程式 那你看当我选择草地模式 或是历史模式雪地程式的时候 上面的一幕提醒我们了 当车辆禁止 并搅离开油门的时候 选择草地模式 那是不是要启动 低牵引力的起步功能 因为我们知道 在雪地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摩擦力 是非常的低的 那它可以启动 所谓的低牵引力起步 避免我们驾驶人 在启动车辆的时候 会造成一个打滑的状态 是 那所以它有非常多不同的模式 你看泥命的 车侧的 或是沙地的程式 最重要的是 我刚刚讲的 这是第二代 所以全面进化 表示它的预演能力 也提升很多了 可以用程式自动选择 你只要设定在Auto就可以了 对 如果我们一般 在道路行驶的话 用Auto就可以了 是 没错 它会自动的去判断 你现在是在沙地 还是泥泥地 讲到这里呢 冠宜想不想去开一下 一定要的啊 因为既然有这个 第二代的全地形的模式 甚至于它里面的整个搭配 以及我们刚才在观众朋友看到了 全面进化的外观 跟内在之外 它同时搭载了全新的PTA平台之后 实际上路感受是怎么样呢 请跟著冠宜 还有艾达一起上路 冠宜 那现在我要请你发动引擎了 好的 引擎扭在这儿 开 冠宜请你开头看一下 你的椅子已经调整到你设定的位置 对 然后呢 我们全景天窗的遮阳 自动的打开 不是你偷偷开吗 我没有 你刚刚没有偷按什么按键 没有我都没按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迎冰的一个感觉 那当然全景天窗是标准配备嘛 所以我也觉得 让每一个成员上车的时候 都能够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 全景天窗打开时候的一个氛围 这个蛮特别的哦 对 如果你这个下车洗火锁门座门 全景天窗 其实它也会自动关起来 对 好吧 那我们走吧 好的 这个质感真的好好哦 我觉得冠宜这车超适合你的呀 我也很想把它带回家 是啊 那我们今天开的是这个 Land Rover Evoque P250 R-Dynamic SE的版本 其实呢 Evoque在它的家族成业里面 真的是最小的 对不对 可是其实乘坐的空间表现 我觉得并不小耶 没错啊 而且其实我觉得 它从2010年第一代上市以来 它本来就有很好的销量成绩 能在全球 80万辆的销售佳集 这么多哦 对啊 尤其是因为它的这个 非常独特的外观啊 然后简约的设计啊 就好像精品一般啊 这凭良心说真的很精品啊 非常精品 对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销量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真的是很符合它的一个产品特质啊 而且女生开起来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车感觉还蛮轻盈的耶 当然啦 因为它其实现在这台车配置的是一个 汽油的2.0升缸内直喷四缸的涡轮增压引擎 嗯嗯嗯 那它的最大马力呢 是249匹 嗯 跟365牛顿米的一个最大牛力 怪你一定会觉得说 哇 现在2.0升的这个引擎都做得这么好 当然啦 起步很轻松 是 因为其实啊 它有一个你很熟悉的配备 跟这个车合在一起 什么东西 它有一个48伏的动力来流系统 哦现在非常流行的48V 是的 它一样是采用一个发电机 跟启动马达一体机 嗯 透过皮带的带动 提供这个引擎的助力 那艾达它这个48V 跟其他品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呃其实基本架构是一样的 嗯 但是每一个品牌在48伏的这个辅助动力上啊 或者甚至说我们知道48伏的车子 可以怎样 熄火滑行 对对对 在这一个部分呢 每个品牌它的思考的逻辑点就比较不一样 怪你你想试一下这个它的滑行吗 对一般都是高速的时候 比如说什么 几公里以上到几公里是可以那个滑行吗 像宾式的车子的系统就必须要在A口的模式 对不对 对对对对 那这台车其实你不需要切换模式 假设现在这个红绿灯我们慢慢减速好了 好 好我们现在慢慢解锁 怪你踩一下刹车 好请你松开刹车 欸 有有有 对 有没有发觉它 时速低于17公里的时候 它可以用一个怠速熄火 对直接刹到零 刹到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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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特别喔 很特别吧 它是在这个停停走走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有意思的 而且如果不是你盯着转速表的话 你根本不会发觉它已经熄火 对真的真的 所以这个时候现在新世代车辆的一个科技呢 在这个熄火啦 以及再启动的一个状况 都会有非常平顺的一个这个表现 我觉得它行路质感真的就跟它所有的配置 所有你手摸到的感觉是一样的 真的 是会让你满意的 所以冠宇你看它有的这个249匹的最大马力 365牛顿米的一个这个最大牛力 它的0百加速只要7秒 7.5秒 所以这台车你开起来很轻盈 是理所当然的啦 对 因为我真的一起步啊 我就觉得说 其实油门只要一点点而已 是 没错 那当然它这一具变速箱配的是 九速的自排变速箱 配到九速啊 对 配到九速的自排变速箱 所以呢 你会觉得它的换挡很绵密 起步的动力又有这个48V的一个这个帮助 所以它会很轻盈 然后在行进的过程间 你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换挡的一个这个变速 对 没错 所以这是这台车我觉得很强向的一个地方 非常跟它车内车外的一个高质感的氛围 非常的match 很match 加上这一次是不是 就是它用上了一个全新的底盘 一个平台 是 没错 所以你现在开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 跟上一代不太一样的感觉 它没有像以前那种 所谓具有off-road功能的车辆 这么的颠啊 这么的摇晃啊 它可以维持很好的舒适度 可是你不要忘了 这台车它还是一样有很棒的一个越野功能 而且因为越野能力也提升了很多 是 不过呢 在此之前呢 我还是想要请这个冠儀先看一下你的方向盘上方 嗯 它左右两边的按键啊 你有没有发觉 它好像有车道的维持啊 有 然后有这个ACC的这个功能 有没有 在右手边的地方 而且它的按键啊 質感好好 对 它不是说 你看它包括上面这个圆圆的地方 它是算是一个整个耶 是 是整颗的 但是比如说像下面的定速啊 它也是一整片 的设计 但如果说我按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以启动那个 比如说Lang Keeping啊 甚至于ACC了 是 没错 包含了这个车距的控制啊 在你的这个 这个仪表板的左前方 都非常的明了清楚 那你有没有发觉 冠儀你的抬头显示器 的视线啊 跟你是不是几乎接近一个平行的状态 平行 是啊 是啊 而且它可以调整那个高低嘛 是 有一些这个抬头显示器啊 虽然已经比你看 仪表板往下看的视线来的高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稍稍的 有一点点低的这个角度 对不对 对 那这样子还是有增加这个 危险的可能性嘛 是啊 那这一次EVOG的这个抬头显示器啊 它基本上跟人的视觉落差 大概只有两度左右 所以呢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 跟你的视线是平行的方式 尤其是它全产式的设计 提供的资讯也相当的充沛啦 对啊 包括什么速线啊 我觉得从这边看到速线很棒耶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就是车太好开了 就不小心的超速 是啊 可是这个就很棒 它提醒你 还有在停车的时候啊 抬头显示器上面竟然会显示说 你现在在低档 还是在什么档 对 没错 很厉害 有很多像这次不是 我听说有很多厉害的一些高科技的配备喔 有的 冠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后照镜 这个后照镜 它跟一般的后照镜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嗯 就质感比较好 是 无边框的设计 我也觉得很美 但是 冠仪你可以看一下喔 我想把这个 一般传统后照镜 叫做这个防眩功能的这个开关 我把它搬起来你看看 欸 喔 我们看到后面的车耶 是 它变成了电子后照镜 而且它的视野呢 比起原本传统后照镜 也来得更广 对不对 那我们先来看到后面的车 其实它是借由它车顶上面那个天线 很像就是鲨鱼骑那个天线 上面其实它有一个摄影机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按键呢 来去控制什么 它的明亮程度是不是 明亮程度啦 跟它的照射角度 有没有看到 噢照射角度也可以调整 照射角度也可以调整 对很棒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是休旅车 有时候再太多的东西 挡住了我们后面的视线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东西 用这个电子后照进来去观察 这很安全耶 非常的安全 哇这个好棒喔 这也是标配吗 要安全 这个是标准配备啦 太棒了 所以怪盈你一定会以为 我要介绍它很厉害的功能是Offroad 不对不对 No 其实我觉得它还有很多 很棒的地方 这样我会一直盯着它开 我觉得好神奇喔 那当然啊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电子式的科技的功能 它也运用了在它Offroad的一个功能上面 其实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方 叫做Ground View的功能 Ground View 是什么 英文翻译就是看地板嘛 对不对 那它其实它利用它360度的 環景的一个摄影机呢 然后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 车侧就是 车侧的部分 对不对 我是看到隔壁车吗 是是是你可以看到隔壁车 所以你可以选择非常多的功能 那现在我们看的是 底盘 车底透视画面 有两个轮子 有看到两个轮子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到底下的这个标线 速线 速线 速线排都清楚 它在时速30公里以下可以使用 所以关羽你现在可以慢慢的开车 我让大家看一下 前面有个50的速线有没有 看看我们经过的时候它会出现 是 在我们的底盘下方有出现一个50 有耶 它是即时 它并不是说我先拍下来 然后我再投射出来给你 没错 那当然啊 这一项功能在Off-road的时候是相当的好用 可是呢 在市区行驶我觉得也非常的便利 包含了你停车啦 或者是在这个大卖场啦 上下坡的时候 其实这个功能都相当的实用 而且你怎么知道前面有没有小猫小狗躲在那边 是 没错 这个就是让视觉死角完全归零的一个状态 这个好棒喔 很棒喔 对不对 那当然啊 谈到了那个Off-road啦 嗯 这台车还是一样 有着标准的一个这个 AWD四轮传动的系统 它一定要保留Land Rover家族的那个 非常强悍的越野能力嘛 没错 而且听说这一代其实它的越野能力提升了很多啊 对 没错 因为呢它其实有一些功能 例如说像我们今天下雨天 对 如果你开到泥泥地的时候 起步的时候很容易打滑 对不对 对对 它也有所谓的低摩擦起步的功能 嗯 那当然再来就是它的ATPC 全地形的行径控制系统 全地形的行径控制系统很厉害 那还有啊 这种车子啊 难免需要涉涉水嘛 对 它的涉水高度有60公分 这么高 比上一代多了10mm 是 没错 没错 那它现在就是我们比如说 它的全地形模式是不是有到6种的 这个全地形的模式嘛 对 6种其实已经不稀奇了 因为以前我们介绍车的时候 是不是说要 哎 冠仪你现在要开雪地 沙地 历史地 对不对 它现在其实是第二代的全地形反应系统 嗯 你不需要去再选择 什么样的地形 都不用选 全部在AUTO它就会自动辨识 然后自动切换到相对应的模式 让你来开 嗯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尤其在台湾 你可能不是会开着这一台EVOG去AUTO ROW 对 没错 可是你可能会遇到有时候 你跟家人出去玩的时候 爬山啊 什么颠簸的路面 对啊 或没有铺庄的路面 假如我们要上山吃个野菜 有的时候还是会行进一些 对对对对 产业道路嘛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像那种小小的产业道路啊 那个Ground View啊 然后呢 前地形反应系统啊 这时候你就 这个不用担心 就只要负责控制方向盘开车就可以啦 对 哇 太棒了 在安全上面其实我们也不用觉得说 这个EVOG 那虽然是最小入门的修旅车 可是它也配备很齐全嘛 哦 超齐全的 怎么样 冠儀有心动吗 我可以先开走吗 哈哈 先让你开两天啊 我们刚才呢 在外景带大家试驾的就是 SER Dynamics的版本 那除了SER Dynamics之外呢 其实这一次还有推出了所谓的 First Edition版本 也就是在我们身旁的这一款 它的车色相当的不一样 那德哥是不是带大家看一下 到底First Edition它有哪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配备啊 其实First Edition 对我来讲就好像一个名媛 那个名媛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娇贵 但是它又有很强的越野实力 首先你会发现它的车色 它其实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 叫Norita Huay 就是你光听到Norita 你就想一下 Norita Huay 可能是个美女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像刚才艾大介绍的是 R Dynamics 可是它有一些配件 像你有没有发现 这很像玫瑰金 有 多了这些东西 我觉得它有一个点称的效果 而且新的EVOG说真的 它其实已经把现代美学的优化 除了刚才艾大提到的这些特点以外 第一个它的车体是采用雷射焊接 那雷射焊接有什么好处 它可以把车体的刚性发挥到极致 而且可以减少42%的间隙 那有一个你发现它的头灯 你会发现它最精密的地方 就是它头灯跟板件的公差 其实只有1mm 这个部分很多车厂都知道 但是很多车厂都会忽略 所以它把这些细节给做出来了 对 而且可能很多人会看到这台车 看来好像收起收起 不说很大台 但你知道它后行李箱空间 五座的情况下是591公升 已经算大 超大的 你把第二排往前倾倒以后 它会扩充到1381 还有德哥我发现 First Edition它的头灯 是不是跟刚才我们介绍的SER Dynamic 不太一样 你会发现头灯依然很漂亮 可是它是用矩阵型的LED 而且First Edition 它有一些细节的配备会比较讲究 比如说你打开车门 你会发现它有迎明灯 它的门槛 那再来就是它排档座上 它会有First Edition的字样 这个字样 不会让车变得更快 但是它会让你有种尊贵感 有一种优越感 因为毕竟First Edition 只有第一年你买得到 而且它还有抬头显示 而且它的音响它是Meridian 385瓦 和14支喇叭的高级音响 所以你整个坐在车内 你会觉得整个氛围都会很享受 还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女孩子应该会觉得很喜欢 那就是在尾门打开的时候 后行李箱那个地方有亮亮的 门槛也有亮亮的灯 而且你知道EVOGUE它真的是很环保 你知道它全车的内装有33公斤 是用环保材质打造 对而且你如果选配是锯子纤维的座椅 那个1啊用56个宝特瓶完成的 在性能的表现上呢 其实新的EVOGUE也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惊艳感 这一台车它搭载的是 ingenes 2.0的四缸涡轮引擎 但是比较特别是它的涡轮增压器呢 是双涡流 所以你在吹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顺利 因为它搭配的是九速的手制排 九速手制排有什么好处 就是它齿比更绵密 可以让你的动力的甜蜜去延伸 而且你在定速行驶的时候 它转速很低 会让你觉得更省油 而且这台车 它是249匹的最大马力 跟37.2公斤米的扭力 原厂0到100加速是7.5秒 但是我实测它是7.52 其实已经很接近原厂 它不是那种快到会让你觉得中心 但是你在吹油门的时候 你会觉得 那个贴背感已经算是很明显了 那表示它的车里整个坐得非常的稳 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这台车它是用PTA的平台 PTA平台用在什么车上 过去是用在E-PACE 就是跑车型休旅 所以它整个操控的表现比 过去要大幅提升 为什么说大幅提升 因为它除了那个稳定性更好以外 就是我在希腊式的时候 脆弱了 就是风在外面靠 你依然觉得这台车很平稳 对 而且再来就是它前卖 前卖花城后多连杆的那个悬吊设定 平贴性变得更好 可能很多人看这台车乍看一下 你会觉得 这就是一台很漂亮的都会行休旅 但是新的EVOGUE它有一个优点 它真的可以越野 对 而且你们看我们一般的这个引擎室啊 其他车款啊 没有这一块 对 它是不是为了要对应这个越野的能力呢 对 灌鱼其实就有内行 一摸就摸到重点 你不是说里面可以当纯天空 Range Rover跟就是包括Lanova 它们的休旅车都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引擎盖 你有沒有发现引擎盖 厚实的引擎盖 这里面是镂空的 对耶 它这个叫做棒壳式的引擎盖 所以那一个旗管呢 其实是为了要吸气 棒壳式引擎盖 所以它可以 你即使在射水的时候 这台车的射水深度 可以有600mm 比前一代多了 100mm 对 已经很强了 而且它就可以利用 这个棒壳式引擎盖 里面的真空空气 来让引擎运作 而且它的 第二代的地形反应系统 我觉得有个优点 就是除了你发现 它的TOUCH PRO DUE的这个 触控液晶显示幕很漂亮以外 它地形反应系统 是你只要用手指轻轻的触控 它就可以作动 那即使女生也可以去越野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大幅的把越野门槛降低 不用像以前你在开越野车的时候 要先切加力箱 和中央差速器锁定 这都不用 你只要针对你要去的地形轻按 它就可以很轻松的完成越野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越野高手 不论是男生女生 可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德哥 你之前其实在希腊 听说你试驾了600个小时 600公里 不是600个小时 而且是严格讲起来 是一天半的时间 为什么开这个 开的时候我瞬间觉得 我很像国光号司机 但是晚上睡的时候觉得很甜蜜 因为这台车真的很有趣 坦白讲600公里 你可能听起来感觉没完 我们台湾一圈南到北就300多了 可是这样已经很累了 对 但还好 因为希腊 我们不是走高速公路 刚刚公路只有一段 重点是它三分之一都安排OFFROAD 对 就是这样切 三分之一就是要OFFROAD 然后含塑溪 然后含领导 那你要针对不同的模式去挑选 它等于原厂最厉害的就是说 它对这台车充满了信心 但我觉得有一个最棒的是 它突然叫我们开到一个车站 那个路书 说真的你Google找不到 只有在地才知道 那个车站 隐藏版本的路 对 那我们就想说 到车站要干嘛 他说到车站开上铁轨 我那时候心里想说 我们就真的开上铁轨 开上铁轨 对 我们就真的开上铁轨 但铁轨过去有一个铁桥 下面是万丈深渊 所以你开过去的时候 瞬间你会想要 你会有一种惊讶的感觉 而且你会停止呼吸 原厂的人就很淡定 用无线电说你就切换 用它的引擎盖透视系统 对 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铁轨 所以你对铁轨 慢慢晒 你就不用去看那个万丈深渊 就很轻松的过关 我有看到那个画面 我原本以为那是原厂提供 没想到德哥你真的去体验了 他故意安排的关卡 对 这真的是一个难得的经验 而且这一次其实 全新大改款的EVOKE 它也提供了两种的动力 而且不只是两种动力选择之外 同时他也加入了48V的轻型复合动力的系统 这对于这样子的48V轻型复合动力系统来说 车辆驾驶起来的感受到底是怎么样呢 芝西 事实上这个2.0升的涡轮引擎搭配9速变速箱 已经是Jagor Land Rover集团非常成熟的一个配置 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个马力数据 在今天的250的车型249P 其实它是一个算是高增压高输出的一个高功率的设定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就和 冠言讲到的48V的设计密不可分 其实呢在物理界有一个原则叫做能量不灭 所以你在所有的物体的移动 不管是你的燃油到内燃机推进的动力 地面摩擦力推进车子前进 甚至是你在滑行的时候 你在下坡的时候 这些东西呢动能是永远不会不见 转换成不同的形式 可能是热能 或是你刹车产生的热量等等 所以呢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种能量储存起来 甚至是呢 我在滑行的时候 我的引擎可以不需要运作 把它shutdown掉 是不是就可以节省很多的动能 但是呢 事实上 如果你平凡起停 一般的12V的发电机 事实上很难去做到这种事情 那48V呢有什么好处 最主要就是呢 因为它的电压 包含它的蓄电量 已经比以往的这种12V高很多 例如我开新的EVOKE 其实我一开始根本没有去想 它到底有没有 stop stop 这个怠速熄火的功能 因为它真的就是 以这种48V的车型来说 真的你不太会感觉到 什么熄火跟启动的这个感觉 那当然它有具备这样的功能 而且呢 它在滑行的时候 只要低于时速17公里 就会熄火 而且呢 我自己实测啦 它几乎每一次 你只要有轻轻的含着刹车 它几乎都会启动 比较不像是其他品牌 或者是像是賓士 它比较在有点下坡滑行的状态 它才会兼容这个效果 所以EVOKE的启动的频率非常的高 那还有一很大的重点就是呢 48V的这个微型的油电 有两个最大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一般的内燃机 它在低扭的时候 是比较疲乏的 特别在涡轮引擎的部分 有所谓的持质的现象 那这个时候你的油门 你如果要相对应的时速 你油门就要补的比较多 这时候会觉得比较耗油 那48V的系统 在这个时候 就可以借有一些些电能 它在引擎跟变速箱中间 其实是有一个马达的 所以可以去补充 这个区间的动力 再来就是刚刚讲到 回收的这个动能 以及它整合所有的电器的系统 那48V这个功率的设定 其实只比人体的安全电压 在可以承受的电压 在高一点点而已 一般的油电车都是 300V、500V 所以以安全来说呢 它也是比较合理的 而它的整体的配置呢 造价成本上 又不会突破的太高 所以目前车坛的趋势是这样 以EVOG这么 集结这么多高科技 包含在动力部分的车型来说 我认为它这个配置是非常的完美 除了动力新科技的导入之外呢 其实EVOG呢 它也配备有家族呢 最引以为傲的这个越野的DNA 同时加上了崭新的一些 新科技的配备上升之后 其实越野起来真的是 任何一个地形 都可以轻轻松松的穿越 就像刚才德哥跟大家分享的 它大概有600公里 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off road 那我们要请罗哥 帮大家分析一下 是不是因为呢 这个全地形第二代之后呢 大家都可以真的变成越野高手呢 对 其实在Range Rover 最近几年已经往这种 全高科技的路线走的时候 每个人都可以轻松驾驶了 对 其实你会注意到很多其他的对手 他还是在休旅社的基础上 还是会出这种两轮驱动 但是这个在Range Rover 是不可允许的 也就是说这个是他品牌的DNA 所以他的AWD 四轮传动系统是必备的 而且呢在这种电子科技 以及新的这种观念想法 工程师的巧思之下 有好多好多的辅助的系统 不断的在推陈出新 比如说你看 低摩擦力的起步的控制 水深的侦测警测 我们刚刚说它可以到60公分 对 600mm 对 但是你开着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到600mm 所以它会有一个 这个 水深的警示 对 警示 那个警示也是要靠Sensor 那当然全地形的行径控制系统 这个又是牵涉到很多的这种 动力的扭力 假的前后分配 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方 哪一个轮胎 最适切等等 然后再来就是躲坡缓降控制 这个就是它很早很早就有的专利 然后再来呢 第二代全地形反应器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所以你只要愿意 敢放胆去把它开下来 包括刚才德哥有讲到 它那个前面 Ground View 整个 那个透视的 影子盖的透视 其实这个系统可能我想 我们国内很多人有点熟悉 好像纳志杰也有发表过 类似 就是你在行进的时候 前面的摄影机 会把这个路径 也放到底盘来 对 纳志杰甚至于说 我整个底盘你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觉得这两者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 在Range Rover这套系统上面 它给你的那个视角 是驾驶人看着前两个轮胎的那个角度 是有点像前方看的那个位置 比较直观的 非常直观的让你知道说 我这个轮胎压在哪里 而不是那种俯瞰的视野 有时候俯瞰 跟你的直觉是不一样 你会觉得 我 要适应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 对于脑袋要转换 我是不是能够真正就像德克说 我要压在铁轨上 底下是万丈深渊 有没有这么容易直觉去控制 你的这个转向 这是很有差别 所以我觉得 他们在整个的人体工学的过程 还有他们最了解越野车的设定想法 知道驾驶人最欠缺的是什么 既然是这个全新大改款的车型 我们看到在外形上的进化 以及内装上面 豪华科技配备上升 同时动力上也进化了 以及在越野能力上面更加的进化到第二代 更重要一点 现在消费者在买修旅车 这些东西也许你都在意 可是更在意的就是 我们在驾驶的时候 车上我们承载的所有 我们心爱的家人们 他们的安全 EVOGUE是不是也有帮大家照顾到呢 有哪些安全的配备 是 没错 我记得我们两个一起到英国去参加了这个 Range Rover原厂的一个越野体验的行程 对不对 那个陡坡缓降 那个低摩扎 起步涉水 我们都有感受到 但是呢不要忘了 虽然这个Range Rover 它就刚刚罗哥讲的 很多休旅车已经忘了这个 所谓offroad这件事情了 那当然offroad是Range Rover的强项 所以EVOGUE车身上也不会漏掉 那当然啦 你看看我们刚介绍这个 两台车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First Edition的这个版本 好像就是 特别强调这个都会 高质感 这种感受 所以呢 你不要以为它只有越野的功能 包含它全部的EVOGUE全车系 都有非常完整的 主动安全的一个配备 你可以看到 那这边分为四大项 标准功能 停车辅助套件 主动安全辅助套件 以及进阶主动安全辅助套件 那在这个前三项的部分呢 是它全车系的一个标准配备 那你不要以为说 你看它进阶主动安全 ACC主动巡洋控制系统 方向辅助 360度环境 这个是要选配 那是不是就少了这些东西 不是 因为你要知道它是进阶 其实它标准的版本的 通通都有 包含了自动煞车辅助 这个车道偏移 车道警示 维持 前方的停车雷达系统 后方的倒车影像系统 自动停车辅助 在这个停车辅助套件里面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尤其是这里面其中包含了一个 叫做360度的停车警示 它包含的不只是后方车流而已 它其实是全车的周围呢 都在停车警示的时候呢 都会去帮你做侦测 还有一点叫做乘客下车监视系统 这个东西蛮有趣 开门三宝的那个系统 对 基本上呢 它在四个车门的车门把手前方 都有一个这个灯号 如果它的车测监视系统 在你停车的时候啊 侦测到啊 你准备开门的那个同时啊 你后方是有来车 有这个障碍物的时候呢 它都会启动这个灯号 来告诉我们乘客 下车的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最好呢 基本上就是多回个头 暂停一下开门的动作 它是四个车门都有 是非常厉害的一项配备 那再来主动安全的 这个辅助套件包含你看 现在非常在意的 这个高速自动刹车系统啊 盲点侦测辅助用 ACC主动式的巡洋控制系统 它都完全是标准配备 Range Rover这个品牌呢 也是这个英国皇家御用的品牌 50年来创下了不少的传奇 那我们知道说Range Rover呢 其实在旗下有这个四个成员嘛 包括Range Rover Range Rover Sport 还有Valart以及Evogue 那到底呢 我们要怎么样来评断一下说 这四款车型呢 它们在品牌当中的定位 是怎么样的质型 其实要看Range Rover 以及Range Rover的车系 你就从它品牌造车的理念 你就很好去理解 事实上从二战之后 Rover路滑这个车厂 它本身就是做这种四轮驱动 很坚固耐用军用这种车型结构啦 四轮驱动系统的这种类似 修旅车这个身型 但当时还没有SUV啦 做起家 那事实上它们到后来 开始卖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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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后来发现 北美市场开始盛行这种 好像是军装车 可是又往走那种家庭 舒适豪华路线喔 所以呢 Land Rover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声名大噪 因为他们做这种东西就是他们的强项 但事实上到后来大概是19670年代的时候 他们发现这个时候 有一种性能SUV的风潮 开始崛起了 那当然 当时他们已经有推出 比较高阶的车型 Range Rover 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成为一个单一的品牌 它还是一个独立的车型 那我刚刚讲到这个性能SUV风潮 开始盛行之后呢 推出了Range Rover Sport 那这个车型其实是以Discovery 3的一个基础上 来做 往上的一个升级 对 那到后来呢 在发展了40年之后 其实从1970年第一台Range Rover 40年之后 2010年 推出了第一代的Evoque 那当时就是做出更小的一个身型 更符合当今的一个潮流 而且呢 当然最重要就是它的颜值 当时还有找这个贝克哈的老婆Viktoria 一起来参与设计 也拿了很多的奖项 那后来Villard的一个诞生 一直到最近 50年 2020年 现在嘛 第二代的Evoque 出现了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50年的一个传承 而且呢在Range Rover 独立成一个高阶品牌之后呢 目前是很完整的一个车系的编程 那冠宁刚刚讲到这个英国皇室的御用品牌 其实我们知道皇室有很多的御用品牌 例如说 Burberry啦 Loner啦 很多不同的各行各业 那你看每次王妃啦王子啦 出门或是一些集会游行 通通都是做Range Rover 有很多防弹的啦 开顶的啦 对 事实上它就是 它从很早 18世纪那时候一直延伸到现在 Range Rover算是很早就 纳入他们皇室运用品牌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车系 所以我觉得在 不管是这个 不列颠帝国的这个传承也好 或是它本身造车的工艺来说呢 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品牌 那不论是Land Rover Range Rover在不同的车系上 也有很多很精彩的车型推出给大家 我们要在这个茫茫的SUV车海当中啊 如果你真的不想要跟大家开一样 是制服车的话 也许你要想要凸显个人的品会和风格的话 除了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 Range Rover Evoque之外呢 在市场上面 还有没有其他相对来说 也是蛮竞争的品牌 也是这个跑旅的设定呢 罗哥 对 我想其实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们像BMW有推出所谓的SAV 他说我不是SUV喔 诶 这什么意思啊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SCV 就是他们很喜欢在这个名称上做文章 就说 诶 什么叫SUV 那个那么笨重车 我不要 我是呢 上半部 我是一个双门跑车 像Coupé一样 底下呢 我是越野车的概念 让大家有这种 比较宽广的生活空间领域的延伸 但是呢 我又有跑车的精神 所以你在BMW的偶数 X的偶数系列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车顶 真的是后面像一个跑车一样 是鞋背的 那当然在宾市也有 也是这个向BMW致敬 出了这个所谓的这种Coupé系列 那在BMW X4来讲 我觉得这个在 不管是在尺寸上 或是说排气量 或是价格上面 跟Evoke都是相当的接近 所以是很完整的有 整个的一对一竞争的感觉 但是在Evoke身上 它就不是用这种外形的线条 来做这个区隔 而是一个设计的Style 所以这两个表达出来的 风格是不一样 比如说BMW X4跟X3 但是它是从造型上面 X3很显然就是非常标准的 家庭化 很实用的 所以它在空间上 会比较OK一点 你会觉得看起来 稳重大方 然后作为一个修旅车 不管你是在家庭实用 或是去夜夜都OK 那X4就不一样 它就让你觉得OK 我也有还不错的乐性能 但是我是彰显个人化的风格 所以在这种极端不同的设计 我相信有很多 更多的其他对手 他也是有这样子的思维 只是在Range Rover Evoque上面 它完全就是从它的设计概念 理念出现的 而不是说我用车子的形状 来主观的告诉你 我这个偶速系是干嘛 激速系是干嘛 所以这个在设定上是不太一样 其实在市场上面还有另外两款车 它的外型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刨绿 那就是宾式的GLC 而且是Coupe 甚至于是保时捷卖的最好的Markane 这两款车其实他们的产品实力 也相当坚强 德哥 对 因为很多人 他已经把SUV 当成一种流行的交通工具 就像爱大一开始讲 这算是行头 但是他又可能越野需求比较淡 甚至也没有想过越野 他只是想说 隔壁买一台SUV 我也要买一台 但是他又觉得我的SUV也要帅 所以才会衍生型像SUV 还有跑车型SUV 甚至是Coupe造型的SUV 那GLC Coupe 其实就是跟像B&W的X4一样 它是基于这样的基础衍生的 那这一台车呢 它有一个优势就是说 它当然对于一般来讲 它有四缸的引擎 但是对性能讲究的朋友呢 你也可以选择 就是43 AMG 甚至是63 吹起来人家就蹦蹦叫 就是你半夜去夜店回来 邻居都知道你回来了 那如果说你可能心里会觉得 你想要一台保时捷 可是你要满足家里的需求 那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Macang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272万元起 只是说Macang 它当然它的onload表现无庸置疑 因为挂上保时捷的背举 它其实在越野的表现上 有一定的水准 因为你都不用选 它就有一个offload的套件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深度offload 你还是要选择它的越野套件 但是在onload的表现上 它在不管是直线或弯道上 它都会让你有一种满足的感觉 尤其你坐在它的驾驶座 或者它的方向盘 你会发现保时捷的优势就是说 它在界面的设计上 它会让你觉得很容易 进入人车一体的状况 那虽然是一台休旅车 但是你会发现像包括它的凯燕 或是包括它的Penmira 阿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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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琴